下面我们讲解这一章的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叫一次授予分期行权的快据处理 我们先看原理 对一次授予分期行权 那就说在授予日这一天 一次授予员工若干个权益工具 然后这个若干个权益工具 是在以后的每一年分批再达到可行权条件时 分批赠予 每个批次是否可行权的结果通常是相互独立的 那就说有可能出现这个批次够条件 然后就行权了 那个批次没有够条件 它就行不了权 相互之间没有一个制约的或者叫联系的作用 是分别独立的 那就说每一期是否达到可行权条件 不会影响到其他几期是否达到可行权条件 在会计处理上应该把它同时作为一个什么 授予几个独立的股份支付的计划 相当于是若干个这么一个 同时执行的股份支付计划的业务 比方说一次授予分三年行权的股份支付 应当将其视为三个独立的股份支付计划 分别确定每个计划的等待期 其应当根据每个计划在授予日的公寓价 估计它的相关代价 在其相应的等待期内 按照每个计划在每个期间的等待期的长度 占整个长度的比例来进行所谓的分摊 这个简单说 一次授予分期行权 你把它当作几个独立的 就相互之间独立的股份支付计划来处理就可以 我们来个题会更加直观一些 甲公司是上市公司 21年初甲公司确定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一次性授予甲的高管 共计3000万股限制性股票 当日的限制性股票的供应价是每股8块 21年到23年每年年底 在达到当年的行权条件的前提下 每年解锁1000万股 分三年解锁完 在解锁时 职工应当在职 当年未满足条件不能够解锁的股票 直接就作废了 21年年底的限制性股票的 公允价每股9块 22年底的公允价每股10块 23年底的公允价是每股10块 假定每年年底没人走 并且预计未来年度不会有人走 都达到了行权条件 他就问这个三次行权怎么行 甲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属于一次授予分期行权的股份支付 分三个独立的子计划 分别进行相关处理 相当于当作三道 或者叫三个股份支付的业务题 第一个股份支付是等待期一年 第二个股份支付等待期两年 第三个股份支付等待期三年 首先看第一年 1000乘以8的1分之一 这是那个第一个股份支付计划 头一年就达标了 第二个 1000乘以8的2分之一 这是第二个股份支付计划 第一年执行了2分之一 然后1000乘以8的3分之一 这是第三个股份支付计划 当年执行了3分之一 这三个股份支付计划 截止到年底 累计应确认的费用是 14666.67 有一个问题 你看甭管买个股份支付 它的代价都是授予日供应价 因为这三个股份支付 它的授予日是一天 所以说就是那天的供应价8块 分说怎么写呢 借某某费用 带资本攻击嘛 再来 第二年 第二年 这头一个已经执行完了 在这呢 因为你要算累计 把它也算上 这是第二年的 到第二年底的 这个累计的 这个股份支付的代价 这是第三个股份支付 到第二年底的 累计代价 减期确认过的 14666.67 追认的是 第二年的是66 66.66 分路照旧 第三年 第三年的话呢 这是头一个股份支付计划 已经执行完 这是第二个股份支付计划 已经支付完 这是第三个股份支付计划 也完了 到这儿是所有的代价 减去头一年确认过的 第二年确认过的 算第三年的费用 追降是2666.67 2666.67 没错 分路照旧 这个分路呢 比较简单 在这儿呢 我们就不再展示了 实际上呢 它的疑似授予 分期行权 你就把它想象成 是三个 刚才那个提 独立的股份支付计划 分别做自己的处理就可以 这个呢 没什么特别难的 就是它的 整个操作的话呢 是一个 连贯性的操作 它不是一个 什么 单独的有一个授予日 单独的有一个 行权的这个等待期 它是合在一起的 像这种情况的话呢 你就拆解成 若干个小的 股份支付计划就可以 没有什么难度 最后呢 我们讲解本章的 一个极为关键的考点 是今年新增的知识点 今年的筑块教材 就是二三版的 改动幅度只有1% 这里面最大的亮点 就是咱们这个 新增知识点 注意啊 这个几乎是肯定好 我跟你念一下 企业将以现金结算 股份支付 修改为 全益结算 股份支付的 会计处理 什么意思呢 前面我们讲 股份支付 都是单开的 什么现金结算 全益结算 那有没有可能说 我刚开始是现金结算 现在改成了全益结算 有 这就是新增的 那有没有可能 刚开始是全益结算 后来改成现金结算 这个应该也有 但是咱们准则没说 我们就当不知道 这个 要重点看的是这个 就是刚开始是现金结 现在改成全益结 问怎么办 上题 21年初 A公司向500位高管 每人授予100份 现金股票增值券 协议约定是满4年 这负年限 就可以按照股价的增长幅度 获得现金 这个增值券 在21年底的供应价 单份10块 22年底的供应价 单份12 在22年底 这些公司就把这个 现金股票增值券的 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改成了全益结算股份支付 那么重新定的协议是说 从23年初开始 必须得满3年 你注意啊 你已经干了两年了 这事已经过去两年了 然后他说呢 我们改完之后的 全益结算股份支付 要3年满了之后 才给你什么股票齐全 这种情况下 整体的期限 已经变成了5年的服务期 就是满3年之后 可以按照每股5块 交易100股本公司股票 这个期权在授予当天的供应价 是单份16 授予当天就是这天 22年底 假定没人走 25年底 相当于是第三年末 就从23年开始算啊 第三年末 就行全了 每股面值是1块 问怎么办 首先我们先按现金结算 做正常处理 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首先在授予当天 它不是立即行全 所以说是没账 这儿是没账的啊 走 没账 往下来 21年底怎么办 走费用啊 500个人 一个人100份 一份 等会儿 一份多去 找 一份10块 年底最新供应价了 四分之一进度 为什么是四分之一进度 因为它在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锁定的是四年服务期 那你是当年的话 应该是四分之一进度 提的费用是12万5千 为什么索管理费呢 给的是高管嘛 借记管理费用 待记应付职工薪酬 12万5千 搞定 到22年底 有两件事 第一个呢 你得算出 这个现金结算股份支付的 费用标准 而且的话呢 还得认定 22年底 转成全结算股份支付 那么你转化的时候 一个口径的差怎么办 毕竟呢 他们双方的供应价代价 尺度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这儿呢 直接看结果 500个人 每个人100份股票积权 请注意 它的供应价是16 也就是说 它使用的整个费用的 计量代价 用到的是 新的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授予日当天的新的供应价 没有用现金结算年底的 那个所谓的单份12的供应价 而是用的新的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授予日22年底的那个最新供应价 多少 单份16 而且乘以的是五分之二进度 为什么是五分之二呢 因为现金结算过了两年了 权益算说了 再看三年 那么整期下不就五年吗 五年的话呢 按照它一个整体来说 是五分之二进度 这是它要目前为止 应该提足的总费用 减去确认过的 到此以当期的 19.5万 算是 500乘以100份 一份16 五分之二进度 乘以2除以5 这是32万 32万减去12万5000 就是19万5000 借管理费用19万5000 然后贷的是资本公积 19万5000 同时 把应付职工薪酬 上年提过的 转为资本公积 这个合在一块 就是 借管理费用19万5000 借应付职工薪酬 12万5000 贷资本公积32万 32万 这个呢 你可以写成两分路 一个是借管理费用 贷资本公积多少 19万5000 再有是借应付职工薪酬 贷资本公积12万5000 他其实是两件事 先把他的 以前的那个 应付职工薪酬 转成资本公积 第二个的话呢 当你在核定当年的费用时 就是转化当年的费用时 你直接就按照 全结算来转 看看他以前确认过多少 然后倒计当期的费用就可以 剩下的话就简单了 完全是全结算 借管理费用单资本公积 500个人 一人100分16块钱 看他只用授预日 当天的供应价是不再改的 五分之三进度 减期确认过的32万 倒计当期16万 会计分路时 阶级管理费用 代计资本公积16万 第二年也一个模样 500个人 每人100份 单份16 五分之四进度 卡过来 确认过48万 48万咋回事 最早是32万 这次加了个16万 这不是48万吗 这以前的48万 当期追赚16万 照旧 25年照旧 这就不念了 都长一个样 行权的话呢 借银行存款25万 这是500个人 100股 每股五块 直接收钱 收25万 然后将资本公积 挪到一块的是80万 80万怎么来的 你数嘛 最早的是32万 然后往下拉 23年底16万 24年底16万 25年底16万 打包 这不80吗 所有的资本公积冲掉 然后带股本5万 这是他那个5万股嘛 对出资本溢价是多少 100万 是100万吗 25万 加上80 减去5万 没错 100万 这是25年的行权时的分路 再念一遍 减银行存款25万 减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80万 带记股本5万 带记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100万 搞定 来看文字吧 企业修改 以现金结算股份支付中的条款条件 使其成为权益结算 在修改这一天 应当按照所授予权益工具当天的供应价 就刚才说那个16 来计量以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然后将已经取得的服务转入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这个包括两层 就是原来你不是现金节吗 原来现金节你带的是应付职工薪酬 那么你现在转成权益 应该转到资本公积里面去 同时终止确认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在这一天的负债 已经说过了 他们两者的差应该寄当期损益 其实根据刚才这个展示 他说的是这一步 看见没有 这是两步 第一步的话 你直接上来就按全结算来算 看看当期的费用应该追多少 然后得把以前的应付职工薪酬 转成资本公积 合得一块长这样 来再读一遍 企业修改以现金结算股份支付中的 条款条件实际变成权益结算 在修改这一天 应当按照授予日权益工具的供应价 来计量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将服务寄入资本公积 同时终止现金结算 曾经确认过的应付职工薪酬 他们俩的差应该做当期损益认定 搞定 如果修改延长缩短了等待期 应当按照修改后的等待期进行上述处理 就说呢 在这儿 跟有利修改 不利修改没关系啊 像刚才说的 你现金节不是四年期吗 你过了两年 你还有两年呢 这时候他改成说三年 相当于是延长了一页 这种情况下 直接按照新的等待期做就可以 千万别把它和什么不利修改扯一块 因为按照不利修改是不用管的 这个和不利修改不一样 如果企业取消了一项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授予一项权益结算 并在授予权益工具日 认定它是用来代替原来取消的现金结算的 这个原则和刚才那个是一样 在这儿呢 刚才那个是直接改成全益结算 这个说的是取消原来的现金结算 然后替成全益结算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这个股份支付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这块呢 不光是一般核算比较难 特殊情况 尤其是那个限制性股票 是顶格的最难的一种情况 而且的话呢 从考试的风格来看 你看他历年考题 这个大题出的概率非常高 今年新增了刚才的一个现金结转权益结 那么概率会更加大 还有一个就是股份支付最喜欢结合所的税 最喜欢结合合并报表 这个难度就会升级到一定程度 包括这个美股收益也会经常结合 所以说这张极其具备考试签词 要认真对付它 看一下本章关键考点 股份支付的工具有两款 第一款是权益结算 第二款是现金结算 权益结算股份支付分为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 限制性股票就是先把股票发给你 给你一个解锁期或者叫解锁条件 解锁期买了之后 或者叫解锁条件达到之后 我才给你解锁 这叫限制性股票 股票期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给你一个等待期 或者叫等待的行权条件 达到条件之后 我让你便宜买我的股票 这叫股票期权 现金结算股份支付分为现金股票增值权和模拟股票 所谓的现金股票增值权其完全匹配于股票期权 你就把它想象成股票期权换成现金给 这叫现金股票增值权 那么限制性股票对应的现金结算 限制性股票对应的现金结算是谁呢 是模拟股票 权益结算股份支付的原则 换取职工服务的 在等待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以对可行权股票的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 按照权益工具在授予日的公允价 注意啊 它用的是授予日 授予日 而且一直不动 将当期的服务进入相关的资产成本或当期费 这个怎么还要走资产成本的呢 你比方说呢 你讲的对象是一线工人 那就得借生产成本了 行政港的走管理费呗 销售港的走销售费 这不走当期费了吗 带的是资本工具 其他资本工具 这是它的第一组 那么授予后立即行权的 直接按照授予当天的供应家认定 它的服务代价进入资产成本或当期费 同时搁到资本工具的 顾本应家里面去 它就相当于把刚才那个等待期的所有的分路 加上最后行权的分路 并成一个分路 这是它的授予后立即行权的一个核算 一般不考这个 都是考的一个等待期 如果是换取其他方服务呢 比方说你的广告商 人家给你打了广告了 你得给人家付钱 这种付钱的方式 有一种就是送他股票 在这种情况下 应当按照拿到服务的 那个服务的供应价 认定资产成本或当期费 如果你的服务没有供应价 怎么办 注意啊 服务的供应价没有 那就用股票的供应价 按照股票在服务取得日 它的供应尺度 认定我拿到这个服务形成的代价 即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费用 现金结算股份支付有这么几条 首先是等待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以可行权情况的最佳估计为基础 按照它的哪一个报价 注意啊 按照最新供应价 他这没说吗 没有特别强调 只是说了一个按照所承担负债的供应价 我们在这儿稍微停顿一下 现金结算 跟那个权益结算 你告诉我区别有几个点 最大的一个点就是 权益结算用到的代价是授予日当天供应价 现金结算用到的代价是年年最新供应价 还有一点 权益结算 等待期带的是资本供给 其他资本供给 现金结算带的是应付职工薪酬 还有一个点 就是在可行权之后到正式行权之间 权益结算股份支付是没有处理的 相当于它的供应价始终用授予当天的供应价来做 没有中间调账这说 但是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从授予日开始吧 它年年不是调供应价吗 然后达到可行权之后 到正式行权之间还要再调供应价 那么调供应价的话是有说法的 等待期你调的供应价走什么管理费呀 什么乱七八糟什么费 就看你这个服务对象是干嘛的 那么过了可行权日 到正式行权之间还有供应价波动 它当作负债供应价波动 走供应价的变动损 这点是明显的不一样 来重复一遍 在等待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相当于每年 对可行权情况最佳估计为基础 按照承担负债的供应价 就是年年挑供应 将其服务即相关代价 资产成本或当期费 带的是应付职工薪酬 并且在结算前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结算日对负债的供应价重新计量 变动入当期随意 它整个的负债的供应价波动 分成两个阶段 如果在等待期的供应价波动 走什么费 就是走它的管理费或者说是资产成本 因为你等待期是为了获取职工服务 而付出的代价 在这儿得看职工的所在岗来决定 它走什么费 那叫等待期 过了等待期 满足了可行权条件 从可行权日到正式行权日 那个之间再出现什么供应价波动 它走负债的供应价变动损 它叫供应价变动损 是不走什么费用的 受益后立即行权的 在这天按照所承担负债的供应价 进入相关资产成本和费用 同时列到应付职工薪酬 并在结算前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和结算日 对负债的供应价波动 重新做处理 重新计量 其价值波动 入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那么受益后立即行权 就意味着它没有等待期 在这儿的话 直接就在当天按照负债供应价 做它的资产成本和费用 等到它再出现供应价波动 就是从你受益后 到正式结算 这不还有一段时间吗 再出现供应价波动 走供应价变动损益 认定为负债的供应价变动损益 搞定 可行权条件种类 分服务期和业绩条件 服务期限最简单 干三年送你股票 这叫服务年限 业绩条件分为市场条件 和非市场条件两种 所谓市场条件是什么意思 市场条件的最大特点是 你人是决定不了的 你比方说 什么股价涨到多少 我就给你送股票 股价涨多少 我哪知道 鬼都不知道 这个更不要说人了 质子会知道 就是那个三体世界的质子会知道 在三体世界里面 我们都是区域 我们都是虫子 这个市场条件中也说的是 股价涨到多少 那这个东西人是决定不了的 或者是企业定不了的 在这呢 它是无法左右的一个条件 还有一个叫非市场条件 叫业绩条件 比方说 非市场的话是什么情况 说我的利润涨到多少 我的规模扩展到多少 这个我通过私生努力可以达到 这叫非市场业绩条件 来再重复一遍 业绩条件有两种 一种是企业左右不了的 叫市场条件 像股价涨到多少 第二个叫企业能够通过 私生努力达到的 像它的净利润增长率 它的规模扩张率 这叫非市场业绩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 市场条件如果没有满足 那顶多不行权 但是在等待期 你做过的服务代价 是保持原状不做反冲的 而非市场条件 如果说你没有满足 说明这个企业没有努力 在这种情况下 曾经做过的等待期的 借什么费 带资本攻击 或者带啥的 把它冲掉 冲掉 这个要冲 这个不让冲 股份支付的一般会计处理 授予当天 除非利益行权 否则是没账的 等待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借管理费用 带资本攻击 带应付职工薪酬 注意 带资本攻击的是 全结算股份支付 是资本攻击的 其他资本攻击 带应付职工薪酬的是 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全结算股份支付 在行权之前 是没有特别处理的 就是在可行权之后 到正式行权之间 全结算股份支付 是没有处理 但现金结算有 行权的话呢 是借银行存款 按照承诺 带价位 交付的款项 借资本攻击 带股本 带资本攻击 股本一家 这个借银行存款 有的有 有的没有 就看你当初 怎么谈的条件了 现金结算的话呢 没有兑付钱 增值的 借记公允价变动损益 带应付 征工薪酬 贬值则倒过来写 相当于 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当达到可行权之后 再出现公允价波动 是列为公允价值的 变动损益 而不会归入 等待期的什么费用 兑付是直接冲下去 那就可以 他这有一个没说完 你刚才刀了半天的 这个费用尺度 如果是全结算 用什么口径 授予日供应价 现金结呢 每年供应价 这是他的一般账 再看回购股份 用于股权激励 回购股份 显然它是全结算 回购时借库存股 带银行存款 等待期的 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按授予日当天的供应价 认定他的个期费 借记某某费用 代替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等到刑权时 这是你拿到的钱 接银行存款 这是你曾经提过的资本公积 然后直接干掉库存股 到底资本公积的股份一家 你说他和那个什么发行股票奖礼给员工的区别在哪 发行股票这带的是股本 他这带的是库存股 就这鬼 集团股份支付 集团股份支付一般的形态是 母公司向子公司高管进行股权激励 这里面比较典型的是 接受服务方和结算方不是同一个企业 结算方一般是母公司 拿他自己的股票来结给子公司的高管 应当将该股份支付交易作为权结算进行处理 接受方是权结算 母公司权长头子公司按师同捐入 在这从个别报表上 母公司是借长头贷资本公积 子公司是借某某费资本公积 从集团角度来看 这就是权结算股份支付 要知道他们的个别报表角度 以及合并报表的观点 同时要搞清楚 他们的转化时的抵消分路观点 这是一组 那么结算方以集团内的 其他企业的股票作为结算的 应当将此股份支付做现金结 那么接受方还是按权结 这个依然是说的 母公司给子公司高管 好好干啊 干好了 我买咱们集团的另外一家公司的股票 我讲给你 那么这种情况下 它不是用母公司司机的股票来讲 这种情况下 母公司应该把这个当做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但是接受付方 始终是借管理费代资本公积 按权益结算来做 这个时候双方的口径有非常大的差别 因为现金结用的是最新供应价 而权益结用的是授予当天的供应价 这个时候双方的口径是有偏差的 那你关键就是你抵消的时候怎么办 这就是问题 这块的话难度稍微大一些 而且这种情况下 母公司是借长头戴应付支付薪酬 子公司是借管理费代资本公积 它这个不光金额不一样 抵消起来也比较复杂 这点一定要重点定 那请问 从整个集团来看是什么交易 从整个集团来看是全结算 因为什么 你从集团角度来看 这就是拿自己的股票 讲给自己的员工嘛 所以说的话 集团认为这就是全结算 结算方接受方是同一个企业 授予集团内其他企业股票的 这个结算方直接按现金解 借管理费代应付职工薪酬 再来 限制性股票 限制性股票难度非常非常大 在这儿呢 我们这儿拉了个单子 你看一下 发股票的时候 建一航存款代股本代资本公积 股本营价同时借库存股 代其他应付款 由于库存股本身呢 是股本与资本公积的背底账 你可以把它穿起来 就会发现 它最终的账是 接银行存款代其他应付款 你注意啊 一般来讲 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赎回报价 和当时的发行价是一样的 因此这个额度是相等的 等待期正常做借某某费 代资本公积 然后它现在分为 这个分红 现金红利分可撤销不可撤销 最难的是可撤销 预计未来可解锁的部分的分红 是借记利润分配 代击应付股利 同时借其他应付款代库存股 而预计未来不可解锁的部分 则是什么呀 借其他应付代应付股利 这个借应付股利 代应付股利是兑付时 有的不是在当时兑付 是最后解锁是在兑付 在这儿呢 把这个呢 一块写了啊 省事了 现金红利未来是可撤销的 怎么办 还是不可撤销的 这是可撤销 这是不可撤销 未来 可解锁的部分是借利润分配 代应付股利 发放时借应付股利 代一行存款 未来不可解锁的 这个 是借管理费代应付股利 发放时借应付股利 代一行存款 这个难度不太大 最难的是那个可撤销的 那个不可撤销的难度比较小 赎回股票 那就是借股本 借资本供给代库存股 同时借其他应付款 代一行存款 而所谓的这个转程解锁条件的话呢 应该是借其他应付款 借资本供给代库存股 挤那个意价就可以 他这儿少一个分路啊 少哪个 就是你曾经的管理费用 就这个 提的这个 一旦你解锁成功了 是不是得我转一个资本供给 资本一价 借资本供给 其他资本供给 代资本供给 股本一价 应该有这么一个转账 他这儿的话呢 没有显示 我要给你补一下 差一个这个 因为你等待期 不是借 当时代的资本供给 其他资本供给 就其他嘛 那你现在解锁了 应该转成正式的议价 对 这个应该有一个转账的过程 带资本供给的 什么什么议价 就这个 应该有这么一个转账 他这儿的话呢 没有显示 当然在这儿 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 就是今年新增的 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转成全结算的那个处理 以我们那个立体 为掌握的标准 会做 就可以 这是今年的股份支付的 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科考的亮点 要认真准备 好了 本章内容终于结束了 这一章非常非常关键 要全力以赴 本章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再见